您好 我们是爱生活爱旅行的福旺家 我们在南澳岛溜溜的待了半个月 你是不是奇怪 为什么玩了这么长时间 事情还要从半个月前说起 因为有几位好朋友给我们介绍 说南澳岛是一个保障小岛 碧海蓝天十里岩滩 海面日出日落 都特别漂亮 还有一条超级超级美的环岛路 这么一说 你是不是也想马上到岛上看看 尽管这一次一路向南的旅行 看了很多大海 但是仍然让我们心怀期待 连夜一路奔向南澳岛 上岛的第二天 我们在一个山庄的露营地 休整了一天 计划着接下来开始如何游玩 并且好好的拍一下南澳岛 但是寒潮来了 一下就冷下来 而且开始连绵大雨 一天狂风大雨 两天大雨狂风 三天连绵大雨 第四天 第五天 我们天天在营地喝茶聊天追剧了 好不容易 不下雨了 接着却是阴天 光线非常差 但是来都来了 坐等艳阳天 终于昌天不复我 雨过天晴了 这一个多礼拜的等待值了 碧海蓝天的感觉太棒了 而且新入手的无人机也到了 心情大好 行驶在山海间的环岛路 沿着弯曲的道路一直前进 不经意的一个转角 就会有一幅美不胜收的三海画面 会一路让你感叹不已 这里开车真是一种享受 我们换个山顶服 看大海的视角 这个美 我就觉得不只是等待值得 那是人间值得呀 大海的日出和落日余晖 那是一定美不胜收 必须安排着 天气放晴 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安排着 要早上看日出 前一天夜晚 我们特意注册在青澳湾不远的 青澳观日的观景台 这是一个绝佳的海上日出观景地 但是没想到 临海的半山间 夜晚的风啊 好像能把人吹到空中去 聪明如我 把车停到了这个观景台的卫生间后面 这是一个妥妥的避风墙啊 大雨晚上将设备都充好电 做好充分的准备 静等第二天早上海上日出 然而我们起个大早 看到了这个日出 是这样 之前连续几天大雨 狂风大雨呢 今天终于不下雨了 然后天气预报是晴天 我们今天赶个大早 在这看日出 但是大家看到了 后面厚厚的云城 看不到日出了 不过仍然很开心 起个大早 好长时间没这么早起来了 风大浪大 然后还挺凉的 赶紧回车里吧 太冷了 走 我们一定要 我们一定今天不行 明天后天 我们一定要看到南澳岛 你可别下不离不来 我们安排晚上看 落日余晖 傍晚我们注册在南澳大桥旁边的启航广场 这是南澳岛最佳观赏海上日落的地方 满怀期待的我们迎来了这个西洋西下 就在我们犹豫还要等下去吗 第二天在露营地 我们见到了美美的日落和晚霞 当然看到这一幕的还有屏幕前的你 我们不必执着于没有看到海上日出 这两天看到的美景已经足够未来对南澳岛的回忆 不贪心就会快乐 尽管诸多不顺利 但是南澳岛满足了我对海岛的所有想象 我们这次一路向南的旅行 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半月 行程却只走了三千多公里 在厦门待了一个半月 小小的东山岛 一待就是一个星期 南澳岛溜溜的半个月 喜欢的地方就停下脚步 这样只有大方向没有具体的计划 汽码游江的走就特别的开心 我们是不是可以挑战全网走得最慢的自驾房车自媒体了 我们开心的体会这么美的海岛 当然也必须一直惦记着给朋友们拍好视频 大鱼设计了一个沙滩上写字 做片头的小环节 我和小妹开始了NG多次的拍摄 南澳岛要在最好的季节来小住一段时间 你会感觉生活不辜负自己 下一期将把南澳岛最美的风景 最值得光顾的目的地推荐给你 记得点赞留言收藏哦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留言